欢迎收听OLC主日福音音响 2021年8月22日 常年期第21主日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到第六十九节 那时候耶稣的门徒中 有许多听了他讲话 便说 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私议 便向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 如果你们看到人子 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 将怎样呢 使生活的是神 肉一无所用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 就是神 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间有些人 却不相信 原来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 和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又说 为此 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的门徒中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从他往来 于是 耶稣向那十二人说 难道 难道你们也愿走吗 西满伯多路回答说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也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 福音默想 在二十主日的福音中 耶稣向群众说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吃人肉 喝人血 不但违反 梅色传下来的教导 也违反人性 所以群众才会有 这话太难了 谁能听得进去的反应 很多人也因此而离开耶稣 对耶稣来说 这是意料中的事 因为 耶稣早就知道 哪些人不相信他 以及谁会出卖他 主所爱的你 在你的印象中 耶稣所说的话 是否曾经让你觉得不舒服 甚至像今天福音中所描述的 让你起反感呢 如果你没有这种经验 我猜有两种可能 其一 可能是圣经读太少了 其二 可能是你完全接受耶稣所说的话 不管懂或不懂 其实 我们多数的时候 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耶稣说的话太难懂了 因为 耶稣所说的话 每个主日天去圣堂参加弥撒 时常领受耶稣圣体 或者你会因为一些教会的立场 例如堕胎 同性婚姻的议题等 让你觉得当教友很累 而想离开教会呢 或者你会像佛多路那样 虽然还不明了耶稣所说的话 就充满信心的回答他说 主啊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能投奔谁呢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告诉我们 他的话是圣神给的 他的话就是生命 至少若望福音的作者 是这样认为的 他并没有因为不了解 耶稣所说的话 而离开耶稣 反而将耶稣的所言所行 记录下来而流传后世 证明耶稣就是天主的独生子 古云中言逆耳 的确耶稣所说的话 有时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与消化 还会挑战我们的价值观 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在我们的心底 我们身心这些话都是真理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明了 耶稣的话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为了带领我们到达永生而说的 让我们一起请求圣神 辅助我们软弱的心灵 让我们勇敢地接受并领悟 耶稣所说的话 让我们跟伯多禄一起对耶稣说 主啊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能投奔谁呢 无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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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